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社税庆 我觉得这这五天的那个 培 Angie 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从罗伯的课堂上我就来反识我自己的课堂 我的课堂能够到底 和美国式的武艺探究法有什么不同 我从罗伯何他的学生的交流当中 我发现的问题 从罗伯的课堂里面 我发现了他在不断地和学生交流的过程当中 在激发学生去探索去猜测 而他们在猜测和设计实验的过程当中 就在不断地去探索 而我在给学生的探究过程中 是我给学生设计好了的实验 让他们只是改变他们的猜测量 就说他们可能猜测一个或者两个因素去研究 但是实际上这个线路是我给他们的 而在罗伯特课堂上他没有给这条线路 而是学生通过不断地交流沟通 和老师的这些对话当中 不断地去完善他的实验 不断地去完善他们的思维 最后从一系列的 从一开始的可能比较粗略 然后再慢慢地加工 慢慢地精细 最后得到他们的结论 这个过程当中学生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它5G教育它是一种归纳的模式 从思维的角度 它归纳思维 而我们中国的这个教学 更多的是演绎 首先告诉你一个原理 一个知识点 然后再去发散 先告诉你知识 但是这种探究反而 它是先告诉你现象 你再去总结归纳探究 最后形成一个知识点 从这次学习了 我感觉到就是 我们可以先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 然后通过实验来得到结论 而以前我都是直接告诉学生知识 然后让他们去用实验的方法 验证这个问题 我们的一节课就只有三十多分钟 而要把整个的研究过程 要完成了 而不是说这节课没有完成 还可以留到下一节课 但是我们现在的教材和我们的要求 就要求我们老师 在一节课以内 必须要把这个研究的完成 完全做完 然后要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这一次的培训活动 能够结合着我们中国的教育实际 和美国的那种教育的那种方法 综合地来应用它 同时能够把我们的 就是教育局的这些要求 能够和这种探究式教育结合起来 就是说能有一个择中的地方 让我们思考怎么样 能够把这个探究活动 真正的应用到我们的教育活动中去 昨天和十一中 还要二十四中的老师合作以后 设计一堂社务的探究课 我们就发觉了 其实这个探究课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上 今天都还在想 如果是开学之前 我应该准备几节 这种探究训的课 然后来尝试一下 我们虽然说不可能每节课 做到一篇探究 但是可以一学期 选择其中一个 或者两个比较好的内容 进行一个带常试性的探究 我们在创色情境的时候 老师非常牵强 非常勉强地设计一个情境 生活最多的 就是那个Rob的引入 我觉得它的引入非常生活化 非常有用 我觉得有用 这一篇文章的文章 这一篇文章的文章 而且有些人会说 他们试试 他们试试 当然试试 但我问你 是 他们试试 我们的教学工作中 用的最多的还是结果性的评价 而我在整个这五天的过程中 我们的老师很少有结果性的评价 都是过程性的评价 这一点我认为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通过这一次的培训 让我感受非常深的 事实上是 各位老师对工作那种认真 对学生的那种负责任 是 他们在培训过程中 也是我们在 以往所培训里面 很少经历 或者说 很少收获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 他们非常关注培训的项目 他们每天都能够及时地 接受我们的这种想法 然后调整自己的教学 我觉得 对我以后的这个教学 有很大的启发 这一次呢 通过五天的培训 看到了美国的 探究系的学习 也看到了上海 探究系的学习 应该说成都的老师 或者四川的老师 比探究系的学习呢 实际上并不遥远 我们的建筑于上海 因为它教育改革 已经提前了十年 在前十年已经发生了改革 所以说 四川所遇到的问题 也就是 上海十年前所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培训 另外一块 就是建筑于上海的经营 来推广 科学探究的一些 良好的手段 和良好的方式 所以说 我们整个培训呢 分为 应该是三个大的模块 第一大块模块 就是把教育的理念 交给中国 第二个模块 就是把科研的手段 和科研的方式 教给中国 第三个 我们利用中国的经验 来教育中国人 教育团队的这个 有个老师 他一开始 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们的 现在的教学 和昨天 我们老师教我们 一样的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在掠夺 学生的名点 这句话呢 我们经常会想 因为他实际上 就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这个 数字教育 我们要推进这个 数字教育 在全国的这种推行 究竟怎么样做 虽然这个理念 已经说了很久 但是教师们 当然除了一些外界的 政治上的原因之外 在操作层面上 有很多困惑 那么 还有就是关于科学摊救 它究竟是什么含义 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实现科学摊救 老师们都实际上 是不太清楚的 那么通过这个 教育培训 给我感受最深的 就是一个改变 两个字 填鸭式的那种 教育方法 改成了让学生 自己去通过 自己的实践 来得出一个结论 应该讲就是 按照科学研究人员 或者说科学家的 工作的模式 来进行的 如果我们要培养 以后希望培养科研人员 培养科学家 需要他们了解 整个科研的过程和步骤 在研究当中 是会出现很多错误的 通过自己的课问 设计这个实验 然后去证实自己的假设 最后再去修正自己的假设 再去做实验设计 最后能够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那么第一他们以后 是会终生不会忘记 第二呢 这个就是学习科学家的 工作方式 所以说我认为 数字教育 如果能做到这项程度 那么我们的数字教育 是非常有希望的 The team that I worked with was great because we had people from China and peop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together and I think it was wonderful having a Chinese science teacher on board to really demonstrate to the Chinese teachers here how it could be applied in a Chinese classroom He learned a lot I learned a lot from him I think the people that were coordinating it were very patient and helpful and I couldn't have asked for more I think there was a little reluctance early on because they looked at the scale of inquiry-based learning and saying we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we have the Gaokao which is their exit exam for high school but I think once we started to reinforce and remind them continually that it doesn't have to be really long process there were simple ways to introduce inquiry into the classroom that they really started to open up and welcome a lot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the last two days were the most rewarding for me because working with them one-on-one and sharing and talking about the lessons that they were developing and being so appreciative of introducing this new technique to them that I was really struck with that It was really rewarding experience for me Just as a training as a training as a training I wanted to bring good things to others but I also learned a lot of good things especially when I learned from the team from the team from the team I learned a lot of what I didn't know from the past few years and some teaching methods and some teaching methods Until the whole teaching starts to be done we can say we can go ahead so we can be a leader as a leader and help students complete better and this training is finally finished but I think this is a final but for us the whole評価 the teachers are still very long in the past and I want to congratulate 中国的教育应该更上一层楼 那么世界的教育 希望发达 还祝愿教师五国界 把我们这种教育推广 做得更优秀 把爱撒满整个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